男人只是转动了一下香脸 起了下一秒 一条被冰封的千年巨龙出现在眼前 而他正是龙族的龙王 原来是皇帝为了得到龙王的龙珠 不惜将龙族屠杀殆尽 但他却依旧拿龙王无可奈何 只能将他镇压在千年寒潭之中 一关就是近十年 可皇帝却不会就此放弃 因为他一直在研究毒药 终有一天会将龙王杀死并得到龙珠 随即他便台长打下 再次加固了封印 次日他就派来另的能人议事 并带着他们做好的毒药 打算试一试这毒 毒药一喷下去 瞬间生成一片绿色的毒 可龙王根本不怕 只要龙珠还在 什么毒都上不了他 眼看毒药无效 顿时将两人气得不行 而另一边 幸存的小白龙熬猎 为了能救出龙王 决定去参加伏魔兵团选拔 进入那个专门杀龙的组织 寻找龙王的线索 伏魔兵团为了防止卧底潜入 选拔十分严格 就连祖上三代都要查得清清楚楚 但好在有惊无险 他靠着一个孤儿的假身份 成功地蒙混了过去 却不料最后一场选拔 竟是要脱衣服体检 而每个龙族身上 即使是人形也都是有龙灵的 今天的检测将由御医来执行 确保所有的学员们 是堂堂正正的人 不是邪魔 是妖怪 更不是龙族 眼看一个个名字念过去 终于到了敖利 他小心翼翼解开了腰带 只见他肩上露出一块猙獰的伤疤 原来他为了成功混过体检 也为了龙族的未来 忍痛亲手拔下了自己的龙灵 你看在长公主的面子上 长官并没有为难他 反而好生好气了起来 在一连串的询问过后 他最终按下了 那个代表效忠皇帝的手命 成功潜入进去的熬炼 一直在伺机寻找着军营里的秘密 然而这里管辖的实在严密 他始终没有找到机会 却不料就在一天清晨 他竟无意间看到一群人 镇压着一辆囚车路过 他小心翼翼地跟了上去 却发现竟是自己的儿时玩伴独角龙 眼看独角龙被四个士兵控制着 像个牲畜一般拉向一处暗道 他恨得咬牙切齿 却也只能强忍下来 小男孩半夜正对着河边的石头撒尿 起料煞世间生腾起一阵烟雾 里面突然飞出来一条母龙 小男孩吓得不行 勿将他当成了妖怪 却不知他正是龙王的小女儿水玲龙 当年他才刚出生不久 正是顽皮的年纪 但就因为过于调皮 被龙王关在了结界里 却不知竟因此逃过一劫 只因皇帝心狠手辣 为了得到龙王的龙珠 不但残忍屠杀龙族 还下令废掉龙娘 将龙族打为了妖孽 水玲龙沉睡多年 突然醒来却不见任何熟人的踪影 一时对龙王十分想念 忍不住就跑到雪山中 大声地呼喊起来 那声龙啸竟直接穿越千里 惊动了被封印的龙王 就连四散的龙族幸存者 也对此有所察觉 但糟糕的是 这声音竟也惊动了皇帝的屠龙剑 皇帝顿时有些惊疑不定 随即派出大量人马搜查 夜里他越想越是心惊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害怕着龙族向他复仇 而这份恐惧积累了近十年 竟让他开始产生了幻觉 不止看到一只只巨龙向他袭来 更可怕的是 他居然看到自己的手 也变成了人掌 吓得几乎风魔的皇帝 抬手就要砍断自己的手掌 幸好太子及时赶到 拦住了他 然而如他所想 仅剩的龙族们也在暗处行动 小白龙熬猎自从发现 好友独角龙被抓后 就一直想要将他救出 终于让他抓住了机会 偷偷潜入进了地牢 竟见地上摆满了刑具 还有人用独角龙试毒 独角龙顿时痛苦 但龙族强悍的身躯 还是保住了他的性命 眼看独药无效 可把那人气得不轻 而他走后 熬猎也赶紧出来 当即就要将他救走 奇料独角龙却拒绝了他 随即还劝他 先救龙王要紧 被赶走的熬猎 对自己的无能很是气的 他的心中充满了仇恨 决望中 只能祈祷龙王能给他指引 而在他走后 独角龙却迎来了 更加恶毒的折磨 成了彻彻底底的厌毒工具 被折磨得痛不欲生 男人发疯般的拍打冰面 只因他想救出 被冰封千年的龙王 然而即使他用尽全身的力气 也依旧撼动不了 这坚硬的寒冰 但小白龙却不愿放弃 龙王看到他如此忠心耿耿 当即十分感动 承诺只要把他救出去 就把自己女儿许配给他 不过只有三月天佛 才能破得了这千年寒冰 顾名所以的小白龙 刚想问三月天佛是什么 奇料却突然有人过来 原来是他解救龙王时泄露了气息 被皇帝的屠龙见察局 皇帝立即就派人来看察 侍卫发现寒冰被动过后 马不停蹄地就禀报了皇帝 皇帝听闻立马下令 不但要封锁皇宫 还要彻查每一个人 他当年残忍屠杀龙族 却一直害怕龙族的复仇 如今让他抓住了苗头 更是不能放弄 然而这一封锁 却让小白龙愁得不行 只因他能有机会来到地牢 全因有水玲珑在前面表演杂技 吸引皇帝的注目 而他正是龙族的小公主 这怀疑这里藏着一条龙 或许皇帝杀了太多龙 对龙族过于熟悉 竟非常准确地 将怀疑目标放在了水玲珑身上 为了验证他是否是龙族 皇帝直接命运端来了 天下最烈的酒中成酒 水玲珑生怕他是什么诡计 当然不肯喝 可皇帝却态度坚决 眼看他即将有发怒的前兆 水玲珑只好喝下了酒 这酒一下度他虽有些晕 但还可以承受 是龙吗 水玲珑自然不能承认 只称自己是龙家女 其料皇帝根本不信 只因这烈酒 喝过的人没有不醉的 只有龙 龙都干大 还得承受这么厉害 说把他飞起身 就要置水玲珑于死地 不料却被太子挡住 只因他早就喜欢上了水玲珑 皇儿 你就是不料情之以外 他虽对龙族残忍 但却放不下自己的孩子 还是放了水玲珑一马 而他回去后 便和其他龙族 一同寻找起了三月天火 经过他们的调查 得知那三月天火 正是一个火焰珠 如今就在火凤皇手里 他们潜入近火凤的地盘 便想要强强 然而火凤实力强大 他们没打几下 就只能先行撤退